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张霄 首先来关注一下新冠疫情动态 举止结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达1503万4944例 死亡人数28万7181例 加州确诊病例达135万2148例 死亡人数19939例 全球确诊病例已达6750万1942例 死亡人数154万4030例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止到结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449,851人 死亡总数7,909人 华人区居住地感染数据分别为 阿亨布拉2174人 阿卡迪亚914人 阿尔蒙蒂6934人 孟特里巴克1537人 罗斯密德1557人 塞盖比尔1128人 城县累计感染人数达86,878人 死亡人数1633人 圣地亚哥感染确诊人数为 92,171人 死亡人数1062人 河滨县确诊人数87,945人 死亡人数1472人 接下来来看一组消息 川普核心圈又有一人确诊感染 这一次是川普的私人律师 正帮川普调查大选舞弊的76岁 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 目前据知情人士透露 朱利安尼已进入医院观察治疗 76岁高龄的朱利安尼属于高风险人群 但算不清楚她病情具体情况 以及确诊时间 6日朱利安尼确诊新冠后 她的个人近期行踪也被曝光 媒体披露 在确诊前几天 她至少与上百名共和党议员 川普支持者存在密切接触 而朱利安尼在这些公开场合 基本没有佩戴口罩 周六她在乔治亚州的一场选举后 政治集议会中 朱利安尼就没有任何防疫措施的 与在场上签名川普支持者交谈握手 12月3日 朱利安尼前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参加州议会听证会 在亚特兰大会议期间 朱利安尼并未佩戴口罩 同时出席该州的几名共和党参议员 也未佩戴口罩 而在此前一天 12月2日周三 朱利安尼参加了密切根州 有关选举计票的听证会 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中 朱利安尼不仅没有佩戴口罩 还提出要求 希望坐在她旁边的听证会证人 底特律士的选举工人摘下口罩 以便自己能够听清楚 而上周一二 朱利安尼在乔治亚州凤凰城一酒店内 和亚利桑那州多名共和党党员 就大选问题畅谈了数十个小时 期间她依旧未佩戴口罩 与会人员也并未遵守 六英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与会人员中 至少有13人 在当日晚间参见了该州议会会议 导致亚利桑那州议会所有成员 目前处于远程办公 居家隔离中 据白宫医生透露 在朱利安尼确诊前 他在白宫任职的儿子 和他密切接触的川普竞选顾问 就已经确诊感染 按照CDC的防疫指南方针 任何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的人 都应该自我隔离至少一周 显然作为川普法律团队的领头人 朱利安尼并没有遵守这一要求 英国政府周日宣布 英国将是第一个推出 辉瑞生物科技新冠病毒疫苗的国家 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西方国家 国家卫生局说 从周二开始 首批计量将分发给医疗工作者 和80岁以上的英国人 在第一周内 预计将施打大约80万剂疫苗 辉瑞和生物科技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 获得美国的批准 中国也正准备推出一项巨大的 新冠病毒疫苗计划 美联社报导说 中国的各省政府都在订购 试验性的国产新冠病毒疫苗 不过卫生官员尚未说明疫苗效果如何 也未说明疫苗如何汇集全国14亿人口 美联社说 超过100万的中国卫生保健工作者 已经在紧急使用许可下接受了实验性疫苗 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疫苗可能有副作用 俄罗斯星期六启动了新冠病毒疫苗计划 以控制那里的疫情 最脆弱的人群将接受第一批名为 人造卫星V的疫苗 包括医务人员和教师 尽管西方专家批评俄罗斯疫苗 缺乏临床试验信息 但该疫苗还在8月份获得批准 上周五巴林成为继英国之后 第二个批准紧急使用 辉瑞生物技术新冠病毒疫苗的国家 分发疫苗的挑战是保持足够的温度控制 它必须在零下70-40度的温度下储存 巴林的夏季气温通常为40摄氏度 巴林已被6000人接种了一种中国疫苗 这种疫苗使用的是一种死病毒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这个中东国家已经有近8000万新冠病毒病例 近350人死亡 在欧洲老人院的死亡人数再次攀升 美联社报道说 过去一个月 法国至少有5000名被收容的老人死亡 而葡萄牙则派出军队前往疗养院指导工作人员如何进行正确消毒 新冠病例激增促使韩国官员在首都首尔及其周边地区实施新的限制措施 从星期二开始 健身房和卡拉OK酒吧将被关闭 不允许超过49人的聚会 宗教仪式只能在网上或广播中举行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全球有超过6670万例新冠病毒病例 150万人死亡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2月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和中国主导了2019年全球军火销售市场 占据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的多数 而中东首次有来自阿联酋的一家企业挤身25大军火商之列 报告显示 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2019年的销售额达到3611亿美元 增长8.5% 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年度预算的50倍 克罗西德·马丁·波音·诺斯洛普 格鲁曼·雷神通用动力和L3科技这6家美国公司 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进入全球十大武器制造商之列 中国公司排名第6、8和9位 欧洲只有英国宇航系统公司进入前十 排名第7 此外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进入前25名 位列第24报告显示 美国军火工业占据了全国25大武器制造商 61%的市场共有12家公司进入前25大行列 排在第二的中国占有15.7% 2019年中国四大武器制造商的销售额比上一年增加了4.8% 达到567亿美元 不过仅在前五名的美国军火公司 2019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660亿美元 这是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首次将中国公司的数据包含在年度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的报告中 报告显示中国公司直接受益于2015年以来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 该智库以往没有收入中国公司 是因为无法获取可靠的数据 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费与武器项目研究主任表示 此排名显示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军费最高的两个大国 也都拥有与之匹配的军火公司 欧洲方面 欧洲的公司整体上与美国和中国的制造商水平相仿 欧洲的空客排在第13 法国的大力士排在第14 法国的达索集团得益于2019年的阵风战斗机出口 一跃从第38位升至第17位 机身25强 此外来自阿联酋的EDJ1公司进入全球前25名 位列第22 这是首次有中东国家的公司进入前25名 俄罗斯有两家公司进入全球排名前25 金刚石安泰空天防御集团排名下滑三位 排在第15 俄罗斯联合造船公司排在第25位 下滑四位 报告分析显示 俄罗斯军火公司几年前得益于广泛的军事现代化 状态更佳 但目前明显下滑 俄罗斯2014年江碧克里米亚导致的制裁 天然气和能源价格下跌等都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 导致必须放缓军备现代化的脚步 因此俄罗斯的订单减少 许多项目也被搁置 收入随之减少 成立于1966年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是一家从事冲突武器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的独立分析中心 是这一领域最具权威的机构之一 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委员会提出的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 定向的微辐射可能是美国驻古巴和中国一些外交官患病的病因 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委员会提出的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 定向的微波辐射可能是美国驻古巴一些外交官患病的病因 这项由美国国务院委托进行的研究得出的报告星期六发表 这是美国方面为弄清2016下半年从美国驻哈瓦纳大使馆工作人员 开始神秘患病而做出的最新报告研究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说 定向的脉冲无线电瓶能源看起来是可以说明某些症状的最研之成理的解释 那些症状包括高颅内压、头晕、认知障碍 报告的结论说 这种解释比先前提出的原因可能性更大 先前被提出的那些人患病的原因包括热带病或心理问题 该研究报告并没有指出致病能源的来源 也没有说它是否是攻击的结果 但研究报告指出 先前对这种伤害的研究在前苏联做过 这个由19人组成的研究委员会提出的研究报告说 彻底弄清这一医学一案面临诸多显著的障碍 其中包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报告同一种症状 而国家科学院也没有得到先前对类似疾病所有研究报告 其中有些报告是保密的 报告说 该委员会主席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大卫·雷尔曼说 本委员会认为这些案例相当令人担忧 部分是因为定向脉冲无线电频率能源机制可能发挥的作用 另外也是因为这些患病个人当中有些人显出痛苦丧失机能 我们国家应当以协调全面的方式处理这些病例 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病例 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就此发表声明说 我们很高兴现在这项报告发表出来 可以跟有关的数据和分析会合 有助于我们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得出最终的结论 大约20多名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外交官 以及2017年上半年在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的加拿大外交官和人员出现健康状况 一些美国人批评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健康问题应对不利 至少有一个美国人状告了美国国务院 在2016年下半年和2018年5月期间 好几个美国和加拿大外交官在哈瓦那抱怨出现原因不明的健康问题 美国政府的一个统计数字说 有26名美国人出现这种健康问题 一些人报告在家中或者旅馆中听到尖锐的声响 新闻起来 第1回合 第一回合 老天